最好的今回是在硬面問的方法 各位參考 của你們 我今日和大家分享 一個就是生鐵鍋開開鑊 那生鐵鍋買回來 通常都是需要用一個開鑊 才用的 開鑊的材料 还有猪油和韭菜 这些就是猪油 肉档可以跟老板说 他就可以给你了 韭菜可以辟除锅的异味 通常你帮他买些东西 他会免费送给你了 拿回来很大块 现在把它切开 韭菜太长了 把它切开 韭菜太长了 把它切开 现在烧热锅 加入猪油和韭菜 加入猪油和韭菜 用猪油和韭菜 用猪油和韭菜 加入猪油和韭菜 炒至少许多油 现在我们可以换些新的猪油和韭菜 加入猪油和韭菜 加入猪油和韭菜 这个动作是重复三次四次 才可以 不是一次就可以了 把猪油和韭菜 做到猪油和韭菜 煮到猪油和韭菜 现在把猪油和韭菜 加些新的猪油和韭菜 现在放一些新的猪油和韭菜 这个动作要煮三至四次 现在就这样炒一下 好了,炒好再拍给大家看 现在就炒了第四次 再一次就加点水 加点水上去 盖锅 煮滚 等它滚一个小时 这个三铁锅开锅的程序就完成了 现在等它煮一下 煮好再拍给大家看 好了,现在煮了一个小时 就可以捞起它,将锅洗净 我洗净再拍给大家看 现在就洗净抹干了 加一点油 塗上油,保护它 用完之后一定要抹干水 然后塗上油 等于和它做一层保护 生铁锅 最好不要用洗洁精洗 如果有些煮得焦了 很难洗 就可以加一点水 加热一点 就可以洗得干净 今天就是我和大家分享 生铁锅的开锅方法 希望大家喜欢 多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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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